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有同學有提到說 萬一我訂了之後我發現不喜歡 可不可以退訂 蛤?可以啦 為什麼不行 你有主動 你可以訂就可以退 你來這邊 萬一這個我不喜歡 你點到它 這裡 旁邊這個三角形這邊 有沒有一個退訂 取消訂閱 對不對 你可以的 不要 他不是像那個垃圾信 你不喜歡就把他 推掉就好 就不會再來 那麼再來這邊 各位倒是可以看一個 你看他的首頁這邊 他有幫您歸納一些 就是哪個網站有更新的哪些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剛剛還有同學問到後面這個數字 他對數字比較敏感的 這個就是 你這個更新裡面有多少篇還沒有閱讀 所以如果你是有那個 那個數字壓力的 就請你來這邊 哈哈 點進來 把所有項目 標示為與閱讀 好 你可以是今天 你可以是所有的 那那個數字就歸零 這樣可以吧 好 其實 你不用太在意那個數字啦 好 因為那只是一個 那個 你看我全部321 對不對 321到底是多還是少 不一定 要看你訂閱的數目啊 你有那麼多時間嗎 我們來看看齁 這裡有沒有叫搜尋趨勢 嗯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過去 這個30天的 我還不錯啦 就是 有張貼的就是我收進來的資訊 跟我有閱讀的是橘色的 所以我閱讀還算蠻多的 齁 那你看我從2008年到現在 也不過才看了8000多篇而已啊 多嗎 也不算多 因為這幾年下來 4年8000多 平均下來一年才2000多 再除以366 364 真的沒有多少對不對 哎呀 所以怎麼算多 齁 所以永遠都不算多啦 那最重要是說 你往下看齁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第一個閱讀的趨勢有沒有 欸我現在閱讀的 我訂閱哪些 哪些網站我看的比較多的 對不對 你看我的 欸閱讀率還不錯喔 有沒有 這些是看比較多的 那如果你 前10名的 你可以排出來 那比較後面的 也許有些網站你覺得 不太需要的 你就可以這個就把它移掉嘛 下次就不會干擾你 那麼再來我們看訂閱的趨勢 你看喔 經常更新的有沒有 欸你就發現 某些網站更新速度是很快的 有些是很久很久才更新一次的 你可以從這邊找到 另外呢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所關心的什麼 關鍵字有哪些有沒有 標籤 你可以看到喔 原來自己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是不是關心的東西 你就會比較明顯 這樣了解吧 不只是Google在分析 你自己也在分析自己啊 看說欸你這幾年來 這樣關心的趨勢有沒有不一樣 那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好 那麼 我們除了這個以外啊 其實您看喔 你也可以看這邊 瀏覽 這個是他的趨勢啦 瀏覽可定 因為項目這個就是他提供的 就跟我們自己有沒有定就沒有差 那 有的呢 有的 像你看又來了 你看又一個進來了 像有的那個RSS 它裡面是提供全文的 就是整篇文章都進來 但是有些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看那個天下雜誌有沒有 它可能就是提供一個 摘要 或者是一個link 你還是要回到它雜誌本身的網站去看的 也有 所以這個不同的趨勢 那麼 像我們在這邊 一般比較常見的訂閱的方法 就是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樣 但是呢 有的網站會有類似像這樣子的 有沒有 它有提供就是 有些網站有提供就是那個 RSS訂閱整合的服務 好那所以它可能就是你點了之後會有類似 就是要你選你是用Google的啦 用什麼Yahoo的 Yahoo也可以訂閱RSS 好也可以 那所以都OK啦 如果萬一不知道的 你就是把那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連結把它複製起來 貼進去 看看Google的閱讀器能不能分辨就好了 好 那麼 剛剛同學就提到一個問題啦 萬一 你看我們中正的首頁 不能訂閱怎麼辦 因為有些網站就沒有提供啊 有提供的是最好 但是沒有提供的怎麼辦 我們在這裡有提供兩個選擇給大家 你看這裡 有沒有沒有提供的 在這邊 你可以選用Google的這個擴充元件 擴充功能 也可以使用火狐的 那麼火狐的呢 我比較少用 因為這個方式變成是你要在自己那台電腦做 那這樣我們要做雲端同步 有時候我就覺得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會比較常用的方式 我會選擇用Google這個瀏覽器的附加元件 因為這個方式它是怎麼做 一樣整合到我們的那個閱讀器裡面去 所以我就不用擔心說我不同電腦看不一樣 那麼各位呢你可以下載 我提供給各位那個可惜式版本的火狐瀏覽器 或者你去找這邊也可以 Page to RSS 來這樣 來你看 這裡 這邊有沒有 你到Google瀏覽器的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工具叫做擴充功能 好你找到這邊之後 你可以搜尋剛剛那個關鍵字 Page to RSS 這裡沒有看到 我的有啦 我已經裝起來了在這裡 有沒有 好或者你就直接用關鍵字找都可以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萬一這裡沒有的話 我可以來這裡訂閱一下 那麼如果說你的網站沒有的話呢 這裡齁 你找到那個把那個擴充預訂裝起來之後 如果這個網站有支援的 你看我點進來 你看這個網站也沒有支援 這裡是不是要多一個這個 我就可以在這邊用訂閱的 你了解意思嗎 我就可以選擇 你看他這邊就有告訴你說 請問你你要用什麼樣的閱讀器去訂閱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就用Google的Reader 所以你那個閱讀器叫Reader 好Reader 那這樣子的話呢就會進來了 那我這邊呢 因為他這種方法呢 畢竟那網站沒有提供嘛 所以他大概是一天會去搜尋 好像是一到兩次 一到兩次看那個網站有沒有更新 所以各位如果你待會用的 可能不會馬上看到那個網站的更新 那我這邊有先訂幾個給各位看 你看齁 在這邊 好有沒有一個RS訂閱測試的 你看我訂的是衛生局的 好有沒有 有沒有 在這邊齁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那個衛生局網站齁 衛生局網站我那邊是有 當初設計的時候是有做 但是只有新聞的部分齁 但是呢 好 好 好 有沒有這邊有做對不對 好 那這個我不是直接用這個訂的 好我就直接訂閱這整個畫面 好 那所以呢 他會像這樣子 他如果有不一樣的時候 他會像 有時候會標題不明有沒有 好 那不管他啦 就是會像這樣出現 那如果說這個是你要的 你可以點進去 好點進來了 這是不是有一個畫面 他就是透過這個Page2RS的服務來的 那很多時候 因為他本身就沒有提供這資訊 請問你 他如果只告訴你說網站有更新的 難道你要自己去找哪裡不一樣嗎 哈哈 這樣不是有點累嗎 所以呢你可以來看 你看這裡 有沒有叫做view entire page 你可以看整頁 我們點一下 他會告訴你一件事情 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裡他告訴你不一樣 這樣才比較有意義嘛 對不對 不然網站有更新自己找 這樣就完蛋了 因為如果你關心的是很多都沒有的 那就很累 那當然也有可能找到的 是不是那麼OK的 所以像我剛剛那種 類似像這樣的情景 所以反正我看過就略過 這樣大概了解那個概念了 所以即使沒有 也有可以用類似這樣的方式 但是像 有些網站他可能就不會出現 那這種不會出現的 通常就是他可能網頁用的語法 不太適合他去找 也可能用到比較舊的語法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所以像我們學校首頁就不要定了 哈哈哈哈 我就不換頭啊 這樣大概了解了 那當然 如果真的不行 你也可以試看看那個火谷的那個 update scan也是一種方法 如果說你真的很在乎這網站的話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說 你可以用的方式 這樣大概了解了 好 好 好